環區 夏天遊玩消暑 海陸空室內外安全要留心 隨著小朋友放暑假 而且天氣越來越熱 很多家長都會選擇一家大小去戶外活動 不過無論是選擇行山、游泳還是在家 都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今天採訪了太平洋煤電公司的發言人陳海珊 看看夏天的時候 PG&E可以為公眾提供怎樣的服務 而大家又有什麼需要注意的 原來PG&E在建設供電設施的時候 為了安全的考慮 通常都會將附近的土地買下來作為保護區 不過一些安全的地方 就會在夏天的時候開放給公眾 目前北加和中加州 一共有29個開放的露營地 而外交易的公眾可以預約 看到附近有電線桿 或者電塔 大家千萬千萬不要走近 尤其是如果有朋友在附近玩 有些風箏 如果飛上電線桿 絕對要留意 所以如果遇到這樣的情況 應該怎樣做呢 任何玩具或物件 碰到的電線桿 都應該要遠離那個地方 也要呼籲其他人都要遠離那個地方 然後就打電話給我們PG&E 在郊遊的過程中 如果到了水邊都要非常小心 千萬不能在發電站和水壩附近游泳 尤其是一些引水道 因為這些地方有很多暗流 加上之前我們下雨比較多 下雪也比較多 當這些雪融化的時候 會在下流的水下方形成喘急的暗流引發意外 單單是今個月 灣區就發生了兩宗 因為進行水上活動的時候 沒有穿救生衣 而最終遠溺身亡的悲劇 雨冷的兩個人都是爸爸 為了救自己的小朋友而犧牲 不過如果可以穿救生衣 很多悲劇都可以減少 水底的暗流是隱患 而在郊遊的時候 還會見到非常明顯的危險 就是山火 大家都知道在露營的時候 要盡量小心 不要留下火種引發山火 不過陳海珊就提醒公眾 事前做好查詢和事發的時候 及事逃生都非常重要 或是很遠見到有煙 但可能想著很遠 大家不用太急 反正又未燒到 我在這裡 但其實山火漫然的速度 可以是非常快 即是說幾分鐘的時候 可能是在燒幾十個公頂的地方 尤其在加州很多地方 都發生山火意外 所以市民出行前 一定要搜索好目的地的安全情況 再計劃出行 至於選擇 下日嫌嫌留在家裡的市民 都要注意用電安全 浴室等潮濕的地方 就不要玩手機和用風筒 免得電汽碰到水的時候 流電引發觸電的意外 天后衛視記者 梁麗娜報導